运用if的函数来解决这个 当他这边的银行账号是从这里抓 如果这里是没有呢就出现这个 有点像错误讯息 那这怎么办呢 如果有就出现 如果没有就出现这个错误 那当然就是if 所以呢 我们点点在这个里面呢 再点这个 点在上面的地方 修改函数等于if if 刮弧 那if里面需要三个参数 所以呢 斗号斗号 对不对 那点最右边再把它结束 好 前面if 第一个参数什么 如果 这一个 A14 等于 没有的时候就是什么 控制串的时候 那么该给他什么呢 第2个引数 第2个引数呢就给他没有 就是加 双引号 如果有资料呢 就把Vlookup的结果带进来 这样就完成 按Enter 所以就OK了 再把它往上复制 所以当你往上复制 上面都不会改 因为都有资料 那接下来呢 再把资料往下复制下来 就完成了 如果这里我点选资料的时候 他就把结果带进来 如果这里没资料 那么他就等于 空的 如果A数这一格 等于没有的时候 就给他没有 如果不是没有呢 就带进那个 Vlookup的函数 就完成了这个的设计 我先看一看 就完成了这个 我先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 感谢观看